在告别NBA赛场后,如今鲨鱼奥尼尔的退休生涯,也可以用子女成群来形容了, 倘若奥尼尔全家一起出来参加活动,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了, 算上奥尼尔,全家一共有8名成员,这种情况就算是在黑人球员中都相当少见, 这张照片从左之右分别,是奥尼尔的三儿子莎奇尔奥尼尔,前妻和她前夫的儿子, 也是奥尼尔的大儿子麦尔斯,奥尼尔的二儿子谢里夫奥尼尔, 奥尼尔的三女儿M.E.R.A.女儿M.R.以及她和自己的前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塔西雷, 情况是这样的,鲨鱼在和之前的妻子香妮如今已离婚,奥尼尔目前是未婚状态, 结婚之前磕到了一颗托油品,奥尼尔有个出生于1996年7月18日的女儿戴西雷, 香妮则有一个出生于1997年5月8日的儿子麦尔斯, 之后香妮被奥尼尔生育了另外四个孩子, 奥尼尔本人的基因到底有多强大, 从这三个儿子之间的区别就能看出来了, 而儿子谢利夫才是奥尼尔真正意义上的长子, 他出生于2000年1月11日, 而在奥尼尔的众多子女中, 谢利夫也是最被媒体所关注的那个, 虽然如今只有18岁, 谢利夫如今已经有入选NBA的资格和能力了, 而小儿子谢利夫如今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篮球基因, 出生于2003年4月的他, 今年才15岁, 但是身高已经达到了一米九腰, 马上就要超过自己同母一父的哥哥麦尔斯了, 尽管名气没有哥哥大, 但他的篮球技术也很了得, 之前还有媒体曝光过他直接飞越父亲奥尼尔扣兰的视频, 虽然奥尼尔的前妻湘尼也有着一米八尺二的身高, 但大儿子曼尔斯由于没有得到奥尼尔的金价值, 所以在篮球和身高以及成长速度方面, 皆不如自己的两个弟弟, 在15年奥尼尔球一退役时, 莎奇尔还只是个小个头, 三年过去他的身高, 反而就要超过曼尔斯了, 虽然曼尔斯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篮球天赋, 而在和加尼离婚后, 麦尔斯已和鲨鱼本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 不能再算他儿子, 但从小被继父养大的奥尼尔十分重视与弟子的感情, 选择继续善养麦尔斯, 当作他的养父, 看来, 奥尼尔也是一个好父亲呢。 这次我来完蛋了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